初指新聞不寂寞 來看華日新聞得獎的好消息 新冠病毒疫情衝擊全球與臺灣 也讓臺灣貧富差距的問題更為嚴峻 華日新聞雜誌企劃製作的失衡臺灣 看見鴻溝系列報導 透過老年貧窮 青年貧窮等不同的角度 反思社會現象 並訪問了多位的專家 學者 試圖尋找解方 這集專題報導在三百多件的作品中 脫穎而出 榮獲了曾徐白新聞獎的 公共服務報導獎 2020年曾徐白先生新聞獎 公共服務報導獎得獎名單揭曉 華市新聞雜誌 適合臺灣看見鴻溝 專題報導在超過三百多件 報名作品中獲得評審青睞 過過這個節目 我們的社會階層的差異 其實需要更多的政策的努力 阻計總處調查 最高所得組和最低所得組 可支配所得相差超過六倍 貧富差距是近年來最高 而且前10%的富人掌握全台63%的財富 而新冠疫情過後 情況更為險峻 希望藉由專題報導為當前去兩極的社會 尋找平衡點 華市新聞上來就是以公共服務 然後追求公共價值為最高的報導原則 除了每天關心疫情全球的變化 其實我們也很關心疫情如何影響我們每一個人 尤其是影響到原本就弱勢的民眾 貧富差距是難解的課題 而身為公廣集團的華市 善盡媒體社會公器責任為大眾發聲 華市新聞 讚讚讚 華市新聞 最後報導